2016台北上海城市論壇圓滿成功 我们台北市这边准备的呢 是这个刚刚有重量的 合板签字的印刷组 上面刻写的就是 2016台北上海城市论坛 现在就请市长将这个具有传统公益 以及当代人文精神的礼物 制作给沙市长代表 为什么这个字体是1949年 从上海连传来台湾的字形 就叫做上海字 我说一句话行吗 几个签字啊 很重啊 情形更重 代表了 我们看到沙市长代表慢慢展开的是这个 上海市井的一个丝绸画 相当的精美细致 来到摩苏之阳 美丽之党 这个 这是我第十二次 那么但是这一次啊 这个与以往呢 这个不太相同 这个我们这次来啊 就是为了加深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的交流 我想呢 我们两岸啊 这个我们两个城市啊 大家都会有个共同的愿望 我们要把美好的 我们要把希望留给他们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呃不能忘记 呃就是转达 杨雄市长 对柯温泽市长的 亲切的问候 他有一封信 要我转交给柯市长 柯市长上台来接受这个 呃杨市长所带来的问候 两岸之间有交流 总是好的 特别上海跟台北 是两岸最先进的城市 医疗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特别我们有健保 特别是我们台北市立典的医院 在黄振坚总院长的领导之下 非常强调这种什么居家物理 居家安宁 各种的居家的照顾 我认为是 值得大陆去学习 同样的 上海也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像我们体育局 每年送到上海做体育一地训练的 这个体育局长都跟我说 去上海这个一地训练效果非常好 对我们的这些运动员 在国际上 得标、夺标 帮忙蛮大 彼此之间有非常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那么 如果能够透过交流 让双方可以更有效的学习 那当然是很好 所以今天晚上 让我们高开说的争执 让我们好好的交流 好 谢谢各位